來聽謝國良的最新說法 好好過生日 不敢過 還是要好好的準備好 打好這場選戰 但是會盡量一有空的時候 還是要陪陪家人 太太 女兒 媽媽 市長還是非常有信心嗎 對這一場這個罷免 如同我跟大家說明的 我們這一場是要告訴更多的民眾 需要出來投不同意罷免這個選項 而不是支持謝國良在家不投票 所以我想如果只要宣導 能夠到位 讓大家都了解這個選票選項的話 依目前的民運運隊 我是會勝選 市長 會不會覺得這個罷免並沒有理由 現在已經演變成不是公民團體的主張 而是政黨對決 罷免已經很明顯的 不管從現在還是到明年 都被拿來作為重選的一種工具 那我覺得此風不可掌 我也希望台灣不要有這樣子遏制的 這種罷免的風潮 所以我希望從我這個案子 會是最後一個罷免案 不是說明的 非常準確 請問 有什麼 有什麼